2017世界大赛前2亿 节奏明快的顶级投手战 高潮跌起的疯狂打击战 我们都看到了 稻奇首战靠着王牌克交 Klayton Kasha 与顶尖后援投手霸气主宰 拔得头筹 不过太空人第二场 突破了近乎无人能敌的稻奇牛棚 延长赛狂扫三只全雷打 逆转翻回一城 目前系列赛战成1比1平手 两队将在28日 遗失太空人队 主场休斯顿 局势似乎逢首战过后的迎面倒向稻奇 又回到了两强并驾齐驱的态势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这前两战 那绝非热莫属 首战开赛前 稻奇球场 Dodger Stadium的气温是摄氏39度 创下世界大赛史上最高的开赛温度 即便是在阳光热情的南加州地区 到10月底天气达到逼近40度的高温 人非常罕见 第二站虽然比较凉 但开赛气温仍达射是34度 对长时间在纬度较高地区打球的大联盟球员来说 并不习惯 有人就细称 这次世界大赛是以气候暖化为主题的秋季经典对决 过往的世界大赛常常看到酷寒的天气 但今年在洛杉矶的气候却创下棒球史上最高温 场上的球员也跟着热战 美联社分享 地理天气条件 往往会对棒球赛性质造成巨大影响 聚凡洛基主场库尔斯球场 Core S Field 因地处高寒拔空气稀薄导致飞球飞行距离较远的特性 还有坐落封城的小熊主场瑞格利球场 Wrigley Field 因常有强风 所以打者击球后的结果 经常要看老天爷眼色的现象 这些都是天后条件影响棒球赛的典范 而今年世界大赛前两战则是炎热气温扮演角局的角色 根据知名棒球物理学家内森 Ellen Neffen的研究 平均而言 气温每增加华氏一度就会让飞球多飞约10公分 换言之 飞球气温摄氏35度的环境 会比25度的地方多飞16 5英尺 约5公尺的距离 5公尺乍听之下 在浮原辽阔的棒球场好像不大 但其实往往能决定一颗飞球会越强形成拳雷打 还是与拳雷打墙前落下遭到接杀的巨大差别 第一战到其对主炮透纳 Justin Turner的关键拳雷打 飞行距离为382英尺 几乎是刚刚好越过左外野拳雷打墙 他把球轰出去时球场温度比开赛时降了摄氏5度左右 也就是说他回中球的当下气温约为摄氏34度 如果当时气温改成对10月份来说较正常的24度 那球的飞行距离就会只剩下365 5英尺几乎笃定无法形成拳雷打 到其强打透纳在世界大赛手战轰出关键的拳雷打 如果是在天气较凉爽的时候比赛 球可能就无法飞出墙外 没连射分享 除了透纳的拳雷打 第二战到齐彼得森 Jock Pedersen 西格 Corese Ager的追平拳雷打 超前拳雷打 以及太空人 刚萨雷茨 Marvin Bonzalez 是布林格 George Springer的追平轰 胜利打点红不让 也都是受温暖天气加持 飞越拳雷打墙不远的暖化拳雷打 假如上述球员是在同一时间气温落在设施时 16-20度的修士顿地区 挥出那些飞球 在球场条件一样的情况下 都不会得到拳雷打的结果 比赛的战局也会完全不同 今年大联盟例行赛拳雷打数创下历史新高 红不让满天飞的情形也延伸到了季后赛 弹力球 打者追求飞球 常打都是原因 只是来到世界大赛 连大自然也要来凑一脚 推波助篮 让本季的拳雷打暴增现象延展到极致 世界大赛投两战 两队的17分隔分中竟有多达14分 是靠拳雷打而得战比达到82% 此外 第二战单场八轰也刷新了世界大赛 单一比赛的记录 而延长赛的五发拳雷打 更比到大联盟史上延长赛最多拳雷打的新游 包含例行赛和季后赛 在炎热天气之外 前两亿的另一个大重点是尖若贪食的倒起牛棚本季后赛 第一次打冬姐在第二战前 倒起牛棚上次失分得追逐到10月7日分区系列赛对响尾蛇的第二战自那之后 到世界大赛第二战的第八局前 他们完成连续28局50分的撞举 打破1977年羊鸡对牛棚所创的连续22 2局50分 季后再记录 进入第二战第八局 倒起牛棚的状态批扁 不仅连续4局都10分 还被扫出四支拳雷打 让前面一场半都在沉睡的强大太空人打现苏醒 终结者詹森 Kunley Johnson的砸锅 绝对是令人最感到意外的发展 毕竟他今年的表现是如此的优异 论球职 伪劲 更胜火球 南插普曼 Aerrodis C Hapman 和红袜的金布瑞尔 Craig Kimbrough 论账面数据也是全联盟最佳 倒起终结者詹森 原在季后赛出赛8场 防御率还是0 00 但今天被刚萨雷子轰出全雷打 无法再为道琪守住胜利 退场后他几乎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没联社 分享 道琪牛鹏第二战狂泻6分 而完全不受太空人总教练星区 A J Hinch 信任的太空人牛鹏也不遑多让 第二战也掉了3分 球威满点 但控球不稳的加尔斯 Chan Giles 持续让太空人球迷失望 被急出追平比数的两分炮 原本被预期会是太空人牛鹏大将的拜文斯基 Chris Davansky 也还是投标令人捏一把冷汗 值得庆幸的是新区更不敢用的哈里斯 Will Harris 和马斯格洛夫 Joe Mosgrove 第二战表现不错 可能是太空人牛鹏接下来的希望曙光 系列赛以施休士顿牛鹏调度人是关键 第三战到第五战 两队将以施休士顿地区的太空人主场美丽果球场 Minute Midhawk 相较于洛杉矶的干燥炎热 休士顿的天气就明显湿冷 气象预报显示第三战当天可能会降雨 因此拥有开合式屋顶的美丽果球场 可能会选择关闭屋顶 启用空调系统 让室温维持在摄氏22度左右 第四 五战在事情况 调整屋顶开合 可以预期两队移动到太空人主场后 全雷达产量不会再像第二战那么夸张 得分手段也会比前两战多元一些 由于美丽果球场隶输美联 所以两队将才指定打击规则进行比赛 两队在指定打击上都没有明显优势 不过多出一个棒子 对打线的安排和调度都有所注意 休斯顿目前虽然还是晴天 但夜间温度已经相当是冷 世界大赛第三战想要再见到全雷打大战 恐怕不易 美联社 分享 太空人第三 四战将分别推出 麦卡勒斯 Luns MC 卡勒斯 JR 汉摩顿 Charlie Morton 担当先发 这两名投手的最大特色就是 曲球使用比例相当高 麦卡勒斯 今年季后赛的曲球 使用比例高达60 9% 总用球数184球中有112球是曲球 其队友摩顿也相当一类曲球 本季后赛使用曲球的比例打32% 209球中有67球 他两支所以会那么长投曲球 原因其实很简单 他们的曲球相当出色 对付打者的效果7加 这次季后赛麦卡勒斯曲球的均速是令人感到肥 以索斯的87英里 到其第二站先发投手 希尔的支球均速为89英里 足见麦卡勒斯曲球速度之快 前每分钟转速可达2734转 而摩顿的曲球则拥有更高的转速 每分钟可达2906转 球速愈快压制力愈高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 至于转速则会影响变化球的吸力程度 转速愈高 路径改变与锐利 大联盟今年例行赛 曲球的均速为78 6英里 而平均每分钟转速则为2489转 由此可见麦卡勒斯和摩顿的曲球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数据也显示他两的曲球 真的能让打者挥不着或打不好 本季后赛麦卡勒斯曲球只给对手打出 185个WOBA值加权平均上类指数 根据打者不同进攻表现所创造的价值 如保送一类安打长达等做加权运赛可更精准描述打者的打击贡献 本季后赛联盟平均的WOBA位 306 摩顿也毫不逊色 其曲球的被WOBA值景 234 麦卡勒斯在美联冠军战后援四局时 用刁钻无比的曲球爽的杨西打者团团转 他在世界大赛第三战将重新担任先发美联社 分享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可以预期曲球会是左右第三次战战局的关键因子之一 而到其打现今年面对曲球的发挥又是如何呢 今年例行赛到其团队对到曲球的WOBA高达 329位全联盟最佳联盟平均位 267可见他们对付曲球打得十分有心得 不过对上麦卡勒斯和摩顿两人水准更高的曲球 是否还能打得像在季赛时那么顺手 则有待观察 到其先发方面 第三四战预计推出打比修有汉武德 Alex Wood打比修 季中被交一千也是美联西区球队的成员 故对太空人并不陌生 今年他对太空人两场先发表现出色 12局投球只被敲八支安打 14分 防御率3 003这12人次 对手 OPS紧 561 太空人打者整体来说 对他打得不好 这队倒其是个利多 武德今年季后赛只出赛一场 但表现不俗 三阵能力保持的疑 相信教练团会愿意给他投4到5局 倒其牛鹏第二战崩解后 有人质疑倒其教头罗伯茨 Dave Roberts是否太早换下状态不差的新发投手 给牛鹏负责太多局数导致犯错空间增加 倒其前两战的新发投手被换下时分别只投83球和60球 看起来都还能继续投 但罗伯茨却都宁愿提早使用牛鹏 信赖先前表现如此优异的牛鹏 并非毫无道理 不过是否太过依赖后援战力 值得被打上问号 世界大赛接下来罗伯茨和新区的牛鹏调度人会持续受到放大镜检释 罗伯茨或许得让状况好的先发投手多扛一些局数 减少牛鹏的负担 而新区则得降低对贾尔斯戴文斯基的依赖 给马斯 葛洛夫 哈里斯 葛雷格森 路克 瑞扎森等人多一些发挥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